前十大的待貨直播主 男的長得不順而長得直 大家最知道就丟丟妹了 他一定是前十大直播 他不是走平洋的類型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他媽的 你說我長得不怎麼樣 台灣目前做很多 應該說就做待貨的直播主 其實前十大的待貨直播主 男的長得不順而長得直 可能越醜越好這樣子 感覺是 我也是走醜的路線出來 那前十大到底有幾個 大家最知道就丟丟妹 他一定是前十大直 長得不順 他不是走平洋的類型 這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他不漂亮是不是 我沒有說他不漂亮 就是不是走平洋的類型 不要一直講對那一句 現在我們在臭眼裡有做嗎 嗯...有 好好走後面沒有那麼好 不會啊正常的 不跑在影片前痛苦嗎 沒有 到底有事可以以後再聊 不行啊他即將要進去 對啊 我有我有我有 不會 你有鼓勵他 一直安慰他嗎 我就給他一句話 反正鑽石到哪都會發亮 他在裡面出來 更多話你可以講 那裡面在裡面的朋友 會找人家嗎 不不不不 他的地方沒辦法照顧 他是外景人士 他不會關在正常人的監獄 他關的地方在貴山 所以那邊是外景人士關的 我都顧不到 那你會去啊 會客 回來我會買菜給他吃 他有就是拜託你要照顧他身邊的人嗎 有啦就是他目前公司的部分 我這邊都有幫他 就是我會接下來幫他處理他公司工作的事情 對 正工作 你說情人嗎 情人我總不能照顧啊 他最擔心他媽媽 媽媽那邊也有 我有去跟他說 就是我會幫你照顧 我會當成我媽媽照顧 哇 他很可憐 是 他只有一個朋友 我幫他不行 哈哈哈哈 我男朋友很少啊 他每次都沒了 我男朋友很少啊 就是我面子 話 其實有什麼事 咱們 點升 咱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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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